记者汤世民彰化报道 春天到了 彰化县分园乡张南路沿线约四公里长的行道树黄花 枫林木大爆花 黄橙橙风林木与两旁道座相互辉映 闪闪摇曳的花瓣随风洒落地面 呈现出黄金大道的景象 吸引不少游客拍照赏花 有民众说 与其大老远开车上山赏樱花 不如散步到自家附近的路边看枫林 别有一番风情 黄花风林木花呈现耀眼的金黄色 淡花旗仅约两个礼拜 大片金黄色的花海热情绽放 总引来游客疯狂追逐 彰化县近分园乡张南路沿线 以及西州乡省稻台一线等多个乡镇 都有绵延数公里的风林花飘逸 吸引爆满游客赏花 开心迎春 分园乡张南路从宝藏四前延伸 到西头村约四公里长路段的黄花枫林木 今年大爆花一路蔓延的黄花枫林木 成为初春时点缀公路最美的金色布曼 花瓣掉落时刻 地上满是黄花 瞬间成为游客的天然游戏场 售上相机的快门按不停 分园静分社区总干事蔡顺鸟说 张南路沿线的黄花枫林木是湘公所在十多年前所种植 每年花季大约从元宵结果后展开 今年花旷盛家一片黄色花海 花旗在三月底前就会结束 最近有不少游客西家带郡来赏景拍照 相当热闹 漫步在张南路上 犹如走进金黄色隧道 甚至诗情画意 美丽景 知完全不输樱花